战争在无极大地上继续 一身导宿的德王先锋已经接近京城 当然杨幂并没有攻破京城 抢占皇位图谋大位 然而在一心肖想至尊大位的德王心中 谁都有可能是和他抢位子的觊觎者 他心急如焚日夜行军 士兵们在不断逃散 每天都有千计的兵丁逃跑及动恶而死 南疆大营的粮库并不止武林一个 然而在德王行军过程中 原本已经联络好的华州等地 都不约而同的出现炎雾粮草等状况 世事如其风云变幻 一些细微的动作正在悄悄改动着这场 复仇启示的动向和格局 正如蝴蝶在遥远的某处扇动翅膀 千万里外便激起了狂暴的风 那些改动并不明显 以至于远在武林的孟富瑶浑然不知 他日复一日的沉默下去 也渐渐的瘦下去 并不是很明显的瘦 身体上所有的骨节 却都渐渐凸了出来 绷得肌肤发紧 一张脸上眼睛越发的大 看人的时候悠悠的射人 战北野和松月始终在他身侧 这两人互相看不顺眼 却将孟富瑶保护得很好 铁城和姚迅也过来了 潜在士族中做苦力 亚兰朱还是每时每刻 连上厕所都跟着他 嘴上说是看着肩夫淫妇 其实只是怕他出事而已 一群人将孟富瑶看得很紧 都怕他疾疯了 做出什么事来 孟富瑶却安静而沉默 紧乎坚决而执拗地 等着那个消息 他没事了便弄着小板凳 坐在那里 看战北野一边和松月斗嘴 一边不时地斜瞄他一眼 看亚兰朱接着嘴 死死蹲在他身边 看铁城揽下内院里所有活计 只为能在他面前都走上几回 看松月没完没了地开补药 恨不得把药铺里的药都用上一遍 早春的阳光淡淡 有种鲜明的绿意 他在那样的阳光里想 自己何其幸运 居然能够遇见这些温暖而美好的东西 便为这个 这一遭也来得值了 到了晚上 是比较难熬的 他睡不着 听着风声掠过屋檐便想 许是回来了 又责怪自己 为什么要那么决裂 自吻什么呢 拖着暗内首领死什么呢 当时抱着死在荣军手下的心 冲回去 不就来不及留暗号了吗 为什么要怕自己的尸身 落在荣军手中而想自吻呢 这下好了 孟姑娘自吻惊着他了 要不然以他的性子 怎么可能冒险千里奔驰而归 因而遭到埋伏呢 这样想着便睡不着 黑暗里目光炯炯 每个夜晚都是相同的 这些夜晚 从出事消息传来开始 也不算很多 但是 在这样的反复责问折腾下 便度日如年般 漫长难挨 孟福瑶不知道 睡不着的不止他一个 院子里的大树上 睡两个人 两个在床上躺不住的人 一个捧着酒坛拼命喝酒 一个高居树端 若有所思 他没死 喝酒的是湛北野 我敢打赌 这小子现在不知道在哪使坏 宗月平静俯身看他 你为何不和扶摇说 我说了 他会认为我在安慰他 他只相信眼见为实 湛北野扔掉一坛换一坛 我也在等 如果不出我预料的话 消息就在这两天 宗月漠然 半赏道 王爷 你最近喝的很多 我生气 湛北野又换一坛 抬手要把喝完的坛子砸出去 想了想 又轻轻放下 放下的时候控制不住 咔嚓一声 捏破了酒坛 手上的鲜血浸出来 他看也不看 往酒里一浸 混蛋长僧无极 不知道他有多自责多担心吗 为什么不传个消息回来 我以为王爷 你会生气孟夫摇 宗月淡淡道 阁下一番热血担心 大抵是要虚致了 战杯也不达 咕嘟咕嘟喝酒 半赏一抹嘴 道 他只是因为愧疚自责才如此 我会让他爱上我 宗月拂掉衣襟上一点落灰 他白衣如雪的身影 融在浅银的月色中浑然一体 凉酒他道 自欺欺人 战杯也答 彼此彼此 月色悠悠地落下去 院子里铺了一层银色的霜 树梢上的对话 并没有传入屋中人的耳 一些沉在夜色里的心事 每个人只有自己才知 这一夜 孟夫摇又没合眼 天明时分 才模模糊糊睡去 他睡着后 桌上小床里 爬出穿睡衣的元宝大人 元宝大人居高临下地 俯视着孟夫摇 半赏 瘫了瘫爪 我那么明显的暗示都给了你 你居然都不懂 猪头 他抚摸着自己那件大红袍子 那是他和主子之间的约定 代表喜乐和平安 作为能和主子心灵相通的神属 他老人家不急 你孟夫摇急什么急呢 他又忘记了 那只是他主子和他之间的秘密 孟夫摇没有读心术 更没有读鼠术 元宝大人盯着孟夫摇 眼珠子在他被子下扫了扫 那里隐约一个轻瘦轮廓 元宝大人看看自己越发肥瘦的身材 有点良心发现 他吭吱吭吱 搬出装饼子的盒子 跳进去一阵乱翻 半赏 扔出几个字 在桌子上排好 排完以后 他顺便就在桌子上睡了 等着看明天喜极而泣的孟夫摇 睡到半夜 元宝大人有点饿 于是翻了个身 爪子习惯性的摸 他床边随时都有零食的 摸到一块饼 顺嘴就啃吃了 第二天早上 元宝大人是被孟夫摇惊醒的 他听见孟夫摇啊的一声短促的低哭 随即 他的眼睛就亮了起来 元宝大人想 哎 喜极而泣了 那眼睛越来越亮 又晶莹的东西在里面滚动 珠子似的滑来滑去 却始终不肯落下 半赏 孟夫摇低下头 捂住了脸 他的手指深深揉进发中 一个静软的姿势 元宝大人 正正的看着他 觉得这个喜极而泣 看起来不是那么标准 很久很久以后 他看见孟夫摇甩下了头发 抬起眼圈 红红的脸 盯着那字 看了半赏 突然伸手 抱过了他 他手势极为温柔 是和元宝大人相识以来 从未有过的温柔 他将元宝大人 轻轻放在掌心 用指尖 慢慢梳理他血白的毛 元宝大人被吓住了 风中凌乱的瞪着他 这女人 欢喜疯了 孟夫摇不说话 慢慢的梳他的毛 手势轻柔 元宝大人十分惬意 觉得这动作 比主子还温存 只是这个风女人今天转性了 不会是想先摸他 后掐他吧 随即便觉得脑袋上一凉 像是有什么潮湿的东西落下来 元宝大人伸手一摸 爪子湿湿的 头顶上 孟夫摇将下巴搁在他脑袋 轻轻倒 可怜的元宝 你没主人了 元宝大人听着心中先是一撞 不知道是什么酸酸的滋味散上来 随即又觉得不对 他挣扎着转身看那几个字 顿时发出了一声尖叫 明明是他没事了 为什么变成他没了 谁把那个事儿子搞没了 神哪 元宝大人蹚得一下跳起来 一个蟒子扎入盒子中 拼命找还有没有多余的柿子 找了半天 发现盒子里就那一个 他悲愤的回转身 便见孟夫摇温柔而怜悯的看着他 眼神里写着可怜的 伤心疯了的元宝 元宝大人看着那样的眼神 忽然想到 他竟然是在为我失去主人而流泪 元宝大人正在那里 半上又是一声尖叫 他拼命的奔到孟夫摇面前 手舞足蹈 用力比划 想要说清楚 少了个字 孟夫摇只是笑着 轻轻抚摸着他 笑着笑着 却有眼泪滴下来 元宝大人受不了了 哀嚎一声 奔了出去 主子 我犯错了 没能传递准消息 你赶紧回来呀 正如战北爷所料 战局几乎就在那日 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三月初二 逼近京城附近的杨密军队 在京城五十里外的沙河渡 突然遭遇无极国大军 杨密起先以为是束手京城的禁卫军 正要打出德王旗号 对方将其已经冉冉升起 帐下 将领冷笑醒来 却正是奉命出征高罗国的那支大军 而将领身侧 明皇旗帜下 戴着同面具的主帅 正笑吟吟的看着他 杨密心中一沉 知道上当 大呼 羞矣 四日 十万先锋 骑蟹甲 杨密阵前自杀 三月初三 德王在内陆城池 缅州郊野 同样看见了这一支 本该在海岸东线的军队 与此同时 他还看见了 本该属于自己麾下的 杨密的军队 并封如火 惊奇如灵 当那些飘扬的旗帜 如海一般淹没他的视野的时候 德王心中 发出末日来临的哀嚎 两军府一接触 德王的颓兵便溃不成军 德王带着残忌 仓皇难逃 指望留在最后接应的 郭平荣军队庇佑 在南疆 打下一块地盘 苟延残喘 不想 神情木然的郭平荣 确实带兵赢了上来 随即将长刀向德王一指 一场轰轰烈烈的 秦王复仇战事 在其自以为一路顺风的前进中 遭遇了一场有备而来 毫无端倪的挡后 几日之内便离亭扫学 催枯拉朽般 烟消云散 德王被软禁 对于他的处分 目前没有人能决定 因为能决定他生死的人 又不在营中了 三月初四 春日出情 一大早 宗月便拿出几封书信 前来找孟夫瑶 在门口 被亚兰珠拦住 亚兰珠嘘了一声道 噓 给他睡吧 黎明才睡的 宗月犹豫了一下 将手中东西收拢 想了想道 也好 亚兰珠眼睛尖 道 什么东西 一把抢过去看 看着看着 目光变亮了 随即他哀的一声 眼泪变下来了 宗月无语地看着他 道 你哭什么 我希望我这辈子 也能遇上爱我的人 亚兰珠抽抽叶叶 宗月漠然 半赏走开 临走前淡淡抛下一句 这需要不曾早一步 也不曾晚一步的运气 孟富瑶醒来时 习惯性闭着眼睛等 他睡得不沉 醒来时 也觉得脑中发昏 隐约中 听见远处树枝 在风中摇摆的声音 鸟儿在树梢清明的声音 嫩绿的春芽 渐渐抽出的声音 落叶掠过桥栏 飘到水面上的声音 那桥 大概是城中 那座玉带桥 汗白玉的桥栏 叶子落上去 声音细细的脆 那么多声音里 没有他想听见的呼吸声 孟富瑶叹了口气 将被子拉了拉 拉到眼睛处 把眼睛压紧点 可以阻挡那些 想要流出的泪水 他没有伸手去摸身侧 摸了又能怎样 冰冰凉的被褥 幻想了很多次 长孙无极回来 八成会爬他的床 可是人不能无耻到这个地步 没人爬就是没人爬 连元宝都说了 没了 他用被子蒙住眼睛 继续睡觉 却突然觉得额头有些痒 似什么东西 从眉间轻轻划过 孟富瑶啪的一打 咕弄道 元宝 不要去 不要骚扰我 这一打 突然就打进了一个人的掌心 温暖 光滑 脉络鲜明 指节修长 孟富瑶豁然睁眼 还没来得及把被子掀开 眼前突然一亮 一人轻轻揭开被子 抚下脸来 滴滴笑道 怎么这么瘦 孟富瑶呆呆看着他斜飞的眉 如海深邃的木 光泽晶莹的肌肤 看着他担子衣精 和乌木般的发 琪琪垂落在自己身前 看着他浅浅微笑 织肘睡在他身边 指尖轻轻划过他的鹅 元昭许 长僧无极 孟富瑶有点恍惚地伸手去捏 难难道 不是鬼吧 如假包换 长僧无极含笑道 你居然还知道鬼了 你居然还知道回来 第一句还泥南如春莹柔软如春柳 第二句便成了河东那只狮子的怒吼 孟富瑶醒过身 发觉元昭许 长僧无极终于确实肯定回来了 蹭的一下跳起来 披头散发 吃着脚便去踩长僧无极 我灭了你 我灭了你 长僧无极 扬扬眉 手一伸便捉住他的脚 手指一扣 孟富瑶立即全身酸软 跌倒在被褥间 长僧无极脱过被子 将他浑身一裹 一裹间 已经摸遍了他全身 手顿了顿 叹息道 怎么瘦了这么多 孟富瑶把头埋在被褥里 呜呜噜噜噜地打 最近在减肥 长僧无极看着这个嘴硬心软的家伙 无奈地叹息一声 将他脑袋从被子里挖出来 捧着他的脸 仔仔细细看了 孟富瑶先是眼光乱闪 实在躲不过去 就恶狠狠地和他对视 干嘛 干嘛 长僧无极笑了笑 手慢慢地伸下去 抚了抚孟富瑶的颈 孟富瑶惊地向后一缩 长僧无极已道 别动 我看看那道伤口 孟富瑶立即心虚了 小声道 没针自吻啊 我吻着玩的 话音未落 便见长僧无极 稍稍地伏低了身子 温暖而柔软的唇 触上颈尖肌肤 孟富瑶僵住身子 不敢动弹 那唇在那道淡粉色疤痕上 轻轻扫过 微微地痒 像是有人用春的 蘸绿的柳条 骚了冬的尖冷 和寂寞 一地身负的碎冰 缓缓化开 遍地里 生出蓉蓉的草来 绿的澎湃 孟富瑶身子 微微发软 那一地蓉蓉的草 从心里长出来 漫天漫地的微蕊 索惊之处 万目复苏 他在那般烂漫的圣景里 想哭又想笑 心却一抽一抽地开始痛 那疼痛 堵塞在他经脉 毒蛇般的张嘴就咬 他轻轻一颤 长僧无极立即察觉 移开身子 孟富瑶掩饰得咬唇一笑 狠狠推他 流氓 我也是问着玩的 长僧无极凝视着他 其实我现在最想做的事 还不是这个 孟富瑶张嘴呆望的样子 有点傻 可是再傻 也没能阻止某人的狠心 长僧无极抬手 啪的一掌 便打在了他的屁股上 打了人还在雍容微笑 叫你不听话 见孟富瑶还没反应过来 另一边屁股又上了一掌 叫你自杀 孟富瑶立即想起 自己预演了无数次的乔转 觉得好像哪里顺序错了 貌似他把情节提前了 不管 他跳起来就还手 抬此背得顺流 你混蛋 你吓死我 骂完一句 又觉得他好像多骂了一句 不行 这个亏不能吃 厂子一定要找回来 呼的又是一拳 叫你这样子 叫你瞒我 长僧无极手一抬 将他的母老虎拳给捉住 顺手一带 孟富瑶便飞到他怀里 手指一卡 便将孟富瑶腰卡住 三个动作 行云流水 无迹可寻 看得出来 大概也演练了很多遍 尤其最近孟富瑶腰瘦的一卡卡 他的手不大 居然也就那么拢了过去 我没有瞒你 长僧无极深深吸气 扶着他光可见人的长发 滴滴道 我怎么舍得让你交心 你受成这样 还不得我花功夫 把你给养回去 孟富瑶听着前一句 还挺窝心的 后一句就有点不像话了 恶狠狠的回身动他 道 少转一话题 我知道 你是要炸出德王了 那保守秘密 你这个炸死的秘密 确实不能告诉任何人 只是 只是 他鼓着嘴 实在有点说不出那句 只是 我该多少 有点点例外吗 瞒任何人 也不该瞒你 政治博弈 不代表 要将自己喜欢的人牺牲 长僧无极的 毒心术 永远强大 其实 那晚我离开东县军营时 前后派出了三批人 都穿着我的衣服 分三路走 而我自己 走的是水路 水路 对 我从海上过 德王以为 我心急之下 定然选择比较快速的路路 可是路路 如果过不去 再快又有什么用 有些事 心急不得的 同意 孟夫瑶满意点头 你永远都那么奸诈 长僧无极笑笑道 万周那事一出 我便知道 暗卫中出了问题 必有间隙 那个情形下 我只有掐断和所有暗卫的联系 在掐断之前 我得到了你安全无事的消息 立即回反军中 因为暗卫需要清洗 暂时不能再用 好在 我还有备用的隐蔚 只是这批人的调动 有点麻烦 等他们带着我的消息赶到姚城 找你通报消息 你已经离开了姚城 孟夫瑶 啊的一声 他那时 已经跑到武林 带着人家的脸 当运粮官了 身边两大能人守着 别人哪里找得到他 真是阴差阳错 活该倒霉 我得到消息也无奈 当时 我确实不能回来 德王十多年隐忍蛰伏 终于被我挤了出来 万不能功亏一篑 好在我和元宝 心灵相通 他知道我还活着 迟早会告诉你 告诉我个屁啊 孟夫瑶小宇宙都要报了 他抬了三个字 他没了 我老人家要是被吓得英年早逝 就压害的 嗯 长僧无几转头 在屋子里找元宝大人 元宝 我知道你在 钻出你的耗子洞来 迟了后果你自己承担 孟夫瑶撇撇嘴 心想这么轻描淡写 没有任何实质性意义的威吓 对那只老油条耗子 有用吗 结果话音刚落 桌子底下便爬出灰溜溜的元宝大人 孟夫瑶张口结舌瞧着 哎 真是人比人气死人 元宝大人今天穿的朴素 居然是他最憎恨的灰色 他最讨厌这种老鼠色 乖乖乖蹲在长僧无几面前 有气无力的 吱吱 孟夫瑶听他没完没了的吱 貌似说的也太多了点吧 不会又趁机扮委屈素中情吧 还有这只死耗子到底说的啥呀 怎么自己觉得有点心虚呢 再看长僧无几 含笑倾听 眼神精亮柔和 那一层笑意淡淡的浮上来 有失而复得的欣喜 听完了 他淡淡的 知道错了 元宝大人垂下高贵的头颅 都是你太贪吃的缘故 一寻之内不许吃零食 元宝大人双爪无脸 哀痛欲绝 长僧无几已经顺手 把他拎到一边 去赶行 走时候带上门 元宝大人背着一张纸 从窗户洞里乖乖爬出去 然后在洞那边 用口水老老实实 把窗户洞给补好 耗子转性了 孟夫瑶目瞪口呆 他做了什么亏心事 他害你流泪 长僧无几 不含任何侠逆的意思 将他揽进怀 所以必须要受到惩罚 孟夫瑶坦然而舒服的 靠在长僧无几肩上 自己觉得暖洋洋的 舒不出的舒适 心里有块一直拎着的地方 终于归位 五脏六腑 好像都瞬间被调理妥贴 长僧无几淡淡一箱飘过来 他在那样的香气里 飘飘欲仙 而又眼皮沉重 听见长僧无几在他耳侧低语 扶摇 我也是犯错的人 嗯 我确实没想到 他会对我下杀手 为了杀我 竟然不惜放弃姚城 害你险些 被逼承门自问 长僧无几的语气 难得有了几分苦涩 孟夫瑶飘飘荡荡的想 他为什么苦涩 他为什么认为德王不会杀他 这两人不是争得你死我活了吗 皇位之争 踏写前行 谁也不可能对谁手软 长僧无几这么个玲珑剔透的人 会想不到德王要杀他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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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许多多的疑问 像一团乱麻 绕住了孟夫瑶的思绪 他在那团乱麻里挣扎 却觉得施展不开 多日来的失眠和疲倦 终于在尘埃落定的这一刻 向他侵袭而来 他思索着 眼睫却一点点的垂下来 坠入黑田香之前 他飘荡的意识里 隐约听见长僧无几最后一句话 福瑶 这段日子的煎熬担忧 焦着不安 亦是我受的惩罚 一线蛋黄微光温和地洒过来 隐约听见有人低语 要不要叫醒他吃点东西 让他睡吧 孟夫瑶睁开眼 从舒畅的睡眠中完全醒来 他躺着不动 对着屋顶站出一个微笑 唉 长僧无几那坏东西 没被他害死 他回来了 桌前有人回转身来 直着一卷书 风神韶秀的微微朝他笑 道 睡饱了 孟夫瑶坐起来 有点茫然的 看着透着淡黄西光的窗纸 道 我睡了多久啊 怎么还是早上 这是第二天的早上 长僧无几吹熄烛火 拉开窗扇 清晨清凉的风吹进来 吹得他衣巾和乌发都飘然飞起 孟夫瑶愕然道 我睡了一天一夜 他看着长僧无几背影 隐隐觉得他衣袍好像又宽大了些 你一直没睡 长僧无几含笑回眸 我想看你睡着了 会不会磨牙 说梦话 流口水 我睡着了 会揍人 倒是真的 孟夫瑶笑 目光在他身上又转了一遍 从时间上算 他赶出东县大营 再赶回 再点兵步枪 营阵扬秘 围困德王 这些都发生在不长的一段时间之内 德王兵败不过一两日的事情 他就已经出现 根本就是事情一解决并又丢下大军马不停蹄奔来 这段日子他也没好好休息过吧 孟夫瑶跳起来 奔过去 将长僧无几往床上推 你去睡会儿 我不叫你 你不准起来 我大概暂时还享受不到你的被褥 长僧无几站着不动 看着前方庭院走来的两人 淡淡道 我得招待下贵客 贵客 自然是战北野和踪运 看见那两人过来 孟夫瑶头皮一炸 隐约中 好像看见天际电闪雷鸣 大气摩擦 火球一串串 在空中乱弹 两个已经是炸药库 三个那是什么 欧洲火药桶 自古以来 王不见王 如果王见了王 会是什么后果 王灭了王 王吃了王 王宰了王 孟夫瑶心里带着小九九 不会吧 好歹是各国高层政治人物 政治人物的涵养啊 礼节呀 假面具呀 太极推手啊 什么的才是最擅长的 一言不合拔刀相向 那是世景匹夫 不会是长孙无极 宗越战北野 贵客远来 有失远迎啊 哈哈 孟夫瑶 孟夫瑶还没想清楚 战北野一声朗笑 便传了来 与此同时 他豪爽而大度的大步上前来 微笑盯着长孙无极道 殿下好 前方战士可好 殿下百忙中 怎么得霞力临于此地 不是应该在缅州 穷追叛军吗 靠 都抢着让人家做贵客 猎王好 长孙无极微笑答 在帝国住得可习惯 我无极气候温湿 不如猎王天煞国北地 格雅干燥舒爽 委屈猎王啊 至于前方战士 此乃我无极内政 多谢猎王关心 好 一口一个我无极 你天煞 清清楚楚 敬畏分明 谁是谁的客人 也不用争了 这院子是本王买的 战北也没开眼笑的 指点给长孙无极看 虽然粗陋 难得景致还算大气 今日能得殿下光降 实在蓬毙生辉 孟夫妖瞪着他 你买的 你撒谎不倒草稿 明明是我买的 是吗 长孙无极微笑环顾 果然是好 只是猎王既然来我无极做客 就是我无极贵宾 怎么可以让贵宾自己出钱买房 太失礼了 这样吧 猎王不妨把房契拿给我 我命人学了这房主 银子双倍奉还 算是我无极的小小心翼 孟夫妖捂住肚子 不行了 不行了 想笑 湛北爷 你搬石头砸脚 房契还在我那里呢 湛北爷面色不变 殿下是在暗示我天煞国弱 连房子都买不起吗 长孙无极神色不动 王爷是在暗示我无极国穷 连个宝礼都不配送第一大国吗 孟夫妖蹲在两人中间 听到这里 发觉硝烟未散了出来 赶紧手掌一束的 停 停 这房子虽然 湛王爷买了 但是已经转赠了我 所以两位 银子给我吧 双倍 谢谢 长孙无极微笑 温柔的道 好 既然是这样 自然依你 他拉了孟夫妖 彬彬有礼的对着湛北爷笑 还没多谢王爷对扶瑶的救命之恩 又对宗月点头 多谢宗先生 护持扶瑶 宗月此时才开口 比长孙无极还平静 淡淡倒 我和扶瑶不是外人 不须殿下相谢 说起来 扶瑶是我带到无极的 自然 我该对他负责任 他很温和的对孟夫妖笑 笑得孟夫妖打了个斗 就算不看在我和殿下情分面上 只看在扶瑶将我贴身之物 私藏怀中的情意 在下也不能袖手旁观 孟夫妖黑线了 好狠的宗月呀 不出手则已 一出手必杀 竟然真的早就被他发现了 他拿到他的腰带 一声不吭 死藏着到现在才拿出了杂人 孟夫妖瞪着宗月 已经不敢看那两个人的脸色 哎都是狠人呢 他以后不能和他们打交道 小心咱们死的都不知道 他这里如散考彼的心中哀嚎 那乡 宗月一不做二不休 已经过来牵起了他的手 今天的诊病时辰到了 我研制了新药 你试试 只要还关心着孟夫妖 大夫的话没人敢不听 那两个也不例外 战北野瞪了长孙无稽一眼 当先跟进门去 长孙无急 扬扬眉 看着孟夫妖被宗月牵走 无声的笑了笑 孟夫妖甩不掉宗月的手 这家伙其实是第一次碰他呢 他的洁癖到哪去了 孟夫妖十分希望 他此刻洁癖复发 把他嫌弃的扔出去 也好让他在背后两道意味难明的目光中 解脱出来 哎 真是想不到 三王出斗 竟然是宗月胜出 孟夫妖咧咧嘴 觉得果然当医生就是好 占据了健康的制高点 没人敢得罪 那势力刚刚坐下 满心不愈的湛王爷第二轮炮弹就砸了出来 他冷笑邪腻着长孙无极 问 听说太子殿下是带着东县大军迎战扬秘的 这就奇怪了 东县战事不是没结束吗 大军如何能开拔到内陆呢 还是所谓的高罗国作乱 根本就是殿下您的一个烟幕 只是为了假作离开 炸得德王作乱 孟夫妖听着心跳一跳 这也正是他的疑惑 当初长孙无极因为东县高罗作乱匆匆离开 直到他城门自问事件那里 都没有听说高罗国已经平叛 但是德王一起誓 明明应该在东县的大军就出现在内陆 实在让人不得不想到 这整件长孙无极高罗作乱 两线作战疲于奔命 导致德王认为有机可乘 乘虚而入的事件 是否都只是长孙无极为引蛇出洞的诈程 长孙无极端起侍女送上来的茶 慢条思理的吹了吹 猎王又是从哪里听的消息 说东县战事没有结束呢 战北也正了正 他是没听说东县战事结束 但确实也没听说东县没有结束 长孙无极这样一问 他反倒不好回答 想了想冷笑道 哼 那是 战事有或无 结束不结束 说到底都由太子一张嘴翻覆 只是可怜了一些被蒙在鼓里 险些丢命的可怜人罢了 长孙无极放下茶盏 笑盈盈的看着他道 略王殿下以急功好义 耿直永锐著称 不想今日一见 真令在下惊讶 殿下是在说本王拐弯抹角吗 战北也大马惊刀的坐着 本王却觉得殿下更擅此道 不过你既然说我迂回 我便直接给你看 我说的是扶摇 长孙无极 你看看扶摇 你看看他 你看看他成了什么样子 他突然暴怒起来 抬手啪的将手中杯子置了出去 杯子在窗帘上撞碎 四面见开碧绿的茶汁 在林里落了一地 长孙无极 我懒得和你斗嘴皮子 我就问你 你既不肯对他放手 你便担当起男人的责任 你让他经历了什么 我来迟一步 这世上就不存在孟扶摇 你知不知道 那时你在哪里 你借我的兵我认了 反正也不是借给你的 是借给扶摇的 但是你凭什么就认定 这样就万事大吉 你就可以抛下他一炮千万里 丢下他一人 面对那生死之境 孟扶摇目瞪口呆的坐在一边 怎么也想不到 一场阴来阴去的嘴皮大战 怎么突然就上升到泽马阶段 还直接扯到了他身上 他有点寒的看着自己 小声咕弄的 看我什么 我觉得我挺好的吗 正给他把脉的棕月 眉毛一喧 冷然道 是很好 体虚气弱 经脉混乱 好的不能再好 所以我们都在自寻烦恼 孟扶摇立即闭嘴 不敢说话 室内的气氛沉默下来 隐约间空气一分 冷似一分 掌风无极放下茶杯 漠然不语 半赏 缓缓道 这确实是我需要向扶摇解释的事 但是 猎王 好像我没有必要向你交代 你是不用向我交代 我也没打算听你这种整天玩阴谋诡计 连喜欢的人都可以拿来借用的人交代 战北爷冷然站起 一直梦扶摇道 这些日子 我看着他 我也算多少明白他的心思 战北爷不是死缠烂打的江湖无赖汉 战北爷的自尊没有见到一文不折的地步 我想过退出 只要孟扶摇自己开心就成 但是现在我改变主意了 他从腰上解下自己的玉佩 啪的一下搁在桌上 气势凛然的倒 孟扶摇 这是我的聘礼 长孙无极 眉毛跳了跳 棕月脸色白了白 孟扶摇直接就跳起来了 拼拼拼拼 聘礼 这这这这这 这怎么越吵越升级了 扶摇 我曾觉得 你若是喜欢他 那也没什么好说的 但是我现在觉得 长孙无极不适合你 他会害了你 他长孙家家国不分 做他的女人就是嫁给政治 一生里就难免和阴谋风雨相伴 他永远不会为你放弃他的国人和他的天下 而你 你这样的人 独立坚韧 你也不会委屈求全 寄托于别人的庇护 跟着他 你会活得很累 甚至会丢命 我不愿意看着我喜欢的女人走上那样的路 所以 今天我的病例就料在这里 你孟扶摇不要也没关系 你长孙无极 拿出去扔了 我就佩服你够小气 总之 我告诉你们 我永不放弃 有这么气势汹汹的告白吗 有这么字字接情的告白吗 孟扶摇垂着眼睫 刚才那一煞 他真的为战北野感动 这个看似霸气 尖干的黑毛男子 内心里竟然有如此丰富细腻的情感 赤裂如火 而又细致入微 他看得见他的心 看得见关乎于他的所有利弊 他是真的认认真真为他的未来思考谋算过 并因为那个他觉得不如意的结论才不肯放弃他的追逐 孟扶摇讨厌过他的霸道直接 然而今日方知 战北野的霸道 为的还是他 他的起点和出发点 竟然只是他的幸福 孟扶摇有点茫然 他不知道自己何德何能 得战北野一心如此 更不明白战北野和他相处时日不多 何以就认定了自己 他却不知道 此时战北野盯着他 心底却一直盘缓着一句话 那是他的母妃在很多年前还没封的时候 把他抱在怀里 和他一遍遍说过的话 皇儿 永远不要错过你第一眼就喜欢的人 那是上天给你的缘分 如果错过 便会痛悔终生 母妃说这句话的时候 脸上淡淡笑意 眼底却浓浓忧伤 那一脸恍惚而凄凉的笑影 催落了 玉童宫满宫的紫薇花 而此刻 他看着孟扶摇 像看着母妃宫中 那开得正好的花 那当时被人呵护真爱的美丽 而不是在这政治博弈 风烟血火中 沾风燃血 逐渐开败 气氛有些尴尬 空气中流荡着不安的阴子 长孙无极一直不变的笑意已去 盯着那玉佩不语 湛北野一脸愤怒立于当地 孟扶摇低着头像在受刑 随即便听见宗月一声叹息 孟扶摇受惊地抬起头来 张大嘴看着宗月 不会吧 杰堤大哥 你对我还没至于到那个地步吧 求求你 千万不要凑这个热闹 我没兴趣凑这个热闹 宗月好像也会读心术 平静温和地开口 孟扶摇刚松口气 便见他从怀里取出那条腰带 放在了玉佩的旁边 孟扶摇的脑袋轰得一下炸了 他什么时候拿到这腰带的 啊 哎哎 这都什么跟什么呀 哎哎哎 毁不当初贪财呀 别担心 不是聘礼 我还没打算娶你 你这么丑 宗月对黑着脸的孟扶摇一笑 指了指那条腰带 我只是告诉你 我赞同湛王爷的一些话 所以 今天我把这腰带名正言顺地送你 将来 你若遇上难处 有人欺负你了什么的 就拿着这腰带去任何一家名字叫广德的药堂 会有人帮你 孟扶摇颓然往后依靠 欲哭无泪地倒 宗先生好意 我先领了 我送出的东西 从不收回 宗月站起身走了出去 临到门边 回眸一笑 他笑起来的样子 和窗外开的那支浅粉的枣音一般模样 我想 你终有一日会用得到 孟扶摇看着他笔直的身影 消失在一束浅音中 不知道是叹息好 还是蒙头跑路好 他咬着嘴唇看着长孙无极 湛北野和宗月因为他用不同的方式 同时对他责备发难 他不知道长孙无极此刻是什么心情 长孙无极依旧没有发作 只是脸色有点白 他神色复杂 眼眸里有些奇怪的情绪在翻动 却并不看湛北野 悍然挑衅的冷笑眼光 很久以后 他有点疲倦的笑后一仰 滴滴地 战兄 你骂得对 此事是我思虑不忠 扶摇若为此怪我 也是我咎由自取 他语气中的落寞 听了孟扶摇心中一颤 突然想起睡醒之前 他所说的那句引起他疑问的话 隐约觉得此中有隐情 然而此时实在不是寻问的时辰 他只恨不得在地上打两个洞 把湛北野和长孙无极各埋一个 省得天雷撞上地火 累及他遭殃 不想殃还没遭完 湛北野突然大步过来 将玉佩往孟扶摇面前移地 一直递到他眼前的 扶摇 话说到这个地步 也没什么好掩藏的 我便直接问你 这玉佩你收不收 孟扶摇愣在那里 长孙无极转头 向他看来